风雨 如果风雨我提许的理会 劝你一切都给了情谊 如果风雨我提许的理会 我能准备来提醒你爱谁 斩棘的哥哥四最新一期可真是炸裂 比赛热度飙升 尤其是第二轮表演 哥哥组和弟弟组的对决 简直是火花似箭 让人热血沸腾 下半场比赛更是扣人心弦 有掌镜组率先登场 有掌镜 石原贵雅 凤小月 黄霄和朱星杰的表白被选为本场的X Song 他们的表现力和情感深度让人叹为观止 分数上也是遥遥领先 首场对决的李克勤组 包括李克勤 黑泽良平和秦浩 他们的蓝亭旭艺术性十足 但在激烈的竞争中 还是有掌镜组的表现更为抢眼 不得不说 这场音乐盛宴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有掌镜组在下半场也是继续发威 相各个组发起了猛烈挑战 展现了他们在此轮比赛中的强大实力 成为场上的绝对焦点 面对实力不俗的李克勤组 蓝亭旭虽然记忆高超 但依然挡不住有掌镜组的热情和实力 他们一路高歌猛进 赢得胜利 维利安组也是挺拼的 严宇宽 徐海桥和庆莲的负重一万斤长大 情感深沉 表现力十足 但也没能改变有掌镜组的胜利势头 接着 梁龙组的扶龙飞和袁承杰带来的 Disco也是风格独特 但在这一轮的音乐对决中 有掌镜组还是笑到了最后 就这样 下半场各个组没能有效挑战弟弟组 有掌镜组稳固了自己的领先地位 本轮比赛中 王正亮组和有掌镜组可是大展拳脚 分别在各个组和弟弟组中 展示了他们的超强竞争力 特别是王正亮组的四连胜 和有掌镜组的连续胜利 都预示着他们将成为最终决赛的有力竞争者 虽然李克勤组在此轮中成功挑战 但各个组的整体表现还是稍显逊色 王正亮组可是大方异彩 一连串的胜利 让他们稳坐竞赛领头羊的位置 成为了所有人瞩目的焦点 王正亮 高清晨 他们演绎的龙赢得了满汤彩 高分开启了本轮的火爆竞赛 这表现给各个组定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标杆 紧接着 胡夏组也是不甘示弱 姜麦琪 傅新博 王一哲和李家带来的泪强深情款款 可惜最后还是没能超越王正亮组的神级表演 弟弟组的诗开组也是挺拼的 阿如那何景龙的逆流而上舞台魅力爆表 但在这场音乐的较量中 王正亮组还是技高一筹 以音乐才华再次获胜 第四组对决的早安组 杜海涛 熊子齐和宁衡宇的灵魂歌手虽然创意十足 但也没能撼动王正亮组的领先地位 哥哥组以四连胜的辉煌战绩 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 另外 熊子齐和王一哲的离场 不仅体现了观众对选手的喜好选择 也反映了明星国民度对比赛结果的影响 虽然本季的明星阵容看似不咋地 但依然有能引发热议的选手 比如梁龙和李佳琪了 他们未来的表现可是备受期待 踢经斩棘的哥哥这一季的比赛 依然是挑战与激情并存 观众们对于精彩表演的期待可是居高不下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所有参赛者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状态 继续为观众们带来更多振奋人心的音乐与视觉享受吧